建议眼玄五官喧碎 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本届二度挑战五环殿堂 六号在男子200公尺预赛登场 重出20秒83 在同组七任中排到第六名 有一分组只取前三晋级 因此杨俊翰落到复活赛 力拼晋级机会 本届奥运杨俊翰回到男子200公尺老本航 预赛分到第六组和美国名将莱尔斯 加拿大好手德格拉斯同组竞速 两人分别以20秒19及20秒30 排在分组前两名 杨俊翰则是找出20秒83 虽然没人直接晋级 但晚间六点半复活赛还有机会 再拼准决赛门票 杨俊翰奥运出登板 是三年前的东京奥运 他在100公尺跑出10秒21 分组排名第五五元晋级 今年他卷土重来 在六月乌兹别克通向巴黎思路赛 男子200公尺决赛 以本季最佳20秒46收下银拍 晋升巴黎奥运200公尺参赛名单内 完成连两届登上五环殿堂的目标 在亚运的时候我自己期许是希望说 自己可以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突破自己的全国纪录20秒23 甚至说接近这样子 虽然说没有达成 但是我觉得在这途中除了成绩以外 我觉得在心态上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这对来说是意义很重大 杨俊翰是我国男子100公尺 及200公尺项目的全国纪录保时人 今年虽然无法再更新全国纪录 在国际赛场依旧具备竞争力 2023年亚洲锦交赛摘200公尺银牌 杭州亚运赛入带200公尺铜牌 本届奥运落到复活赛 将取每组第一名及其余成绩最好两名晋级 杨俊翰排在第三组第六道登场 盼能抢下准决赛门票 TVBS新闻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